大家好 三清 他是道教中最高的三位神 通常他们的神像 就都是供奉在道观中的三清殿中 在这三清殿中的三位天尊 在中间的就是道门中第一神 原始天尊 他有时手持宝珠 有时是一手虚拈 一手虚拼 象征的就是天地卫行 万物卫生时的无极 在他的左边 也就是三清中的第二位 叫做领保天尊 太上道君 他有时手持欲如意 有时双手捧着太极 象征的就是刚从无极中衍生出来的太极 在右边就是道德天尊 也就是太上老君 在他手中拿着一把画有阴阳的扇子 象征着由太极而分化出的阴阳两仪 这三位天尊的这三清象 他们合起来就是道教中的一幅宇宙图 在这三清中虽然太上老君 他只排在了第三位 但是他出现的时间却是三清中最早的一位 而且在当时早期的道教中也并没有这三位 仅仅只有一位 那就是太上老君 也就是老子 老子他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人 只不过这位道教中供奉的祖师 他在生前并不是什么神仙 他本人也不信鬼神 和宗教之间更是没有什么联系 他是一位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 在历史上老子也叫老丹 又叫黎尔 他是春秋时期道家的代表人物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 就有过对老子世纪的记载 据司马迁所记 老子叫黎尔 是楚国苦献人 他曾经当过周朝的首藏世事 也就是差不多 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 馆长 所以就得以博览群书 学识过人 像是在曾经 孔子就十分钦佩老子的学识 还向老子问过理 当老子再看到了周朝衰落 周天子实际上 已经是名存实亡之后 他就辞去了职位 准备去当一个隐士 当他在西出函谷官之时 这时在函谷官 就有一个守官之人 叫做尹玺 这个尹玺 他早就听闻了老子大明 于是就邀请其做客 并向他请教周理 在这段时期 有说是老子传授银席 也有说是银席 想请老子留些东西给后人 于是就有了老子的五千言一书 也就是《道德经》 之后老子就再无踪迹 这些司马迁对老子的记载 差不多也就是现在 流传最广 也是最能接受的关于老子的大概经历 但是实际上对于老子欺人 到现在也是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 早在司马迁所在的汉代 关于老子就已经出现了多个版本 像是老子的身份 就由老丹 老来子 和太史丹之说 而老子的五千言 他到底是不是在韩古官时所写 这些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但是也正是因为关于老子的含糊不清 和老子五千言中的神秘思想 他就正好为后来的道教所用 当再到了汉代 张灵也叫张道灵 他就创立出了最早期的道教 五斗米道 虽然张灵他创立出了早期道教 但是他没有将自己作为是道教的最高祖师 或者是最高神 而是选中了道家的代表人物 老子来作为是道教的最高神 于是老子就开始有了宗教色彩 根据《太平经》中所记载 张灵创立的五斗米道 就是出自于太上老君 也就是老子的口授 老子他是混元皇帝 生于无始 起于无因 为万道之先 元气之足 老子者老君也 即道之身天地之根本 在道经中 老子的血肉之躯已经不复存在 他是出生在那个不可想象的遥远年代 按照现在的时间来推算 老子的出生时间 差不多就是在宇宙形成之后 太阳系还未出现之前 由宇宙中的弃而化生 当老子再成为了道教之祖后 他所著的五千言 也就是道德经 自然也就成为了道教的主要经典 在道德经中 对道就有着种种阐述 但是这个玄而又玄的道 它到底是指什么 是精神还是物质 在几千年来 一直都争论不休 而也正是在老子中 这种玄之又玄 不可捉摸的道 它就正好被道教 所吸收和改造 组成出了道教的理论核心 而在道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庄子 他就又进一步地发挥了道 他大谈了一些 在传说中的人物 得道成仙 长生不死的故事 于是得道成仙 长生不死 他就成为了道门中 追求的最高目标 在道教的初期 至尊无上的最高神 仅仅只有太上老君一位 直到到了近代 道教的理论家就又塑造出了 另一位至尊道神 原始天尊 原始一词 本是道家叙述宇宙起源的用语 以为本源 开始 无宗无上 而独能为万物之始 故为原始 在道经中 原始天尊 它是生于太原之先 并自然之弃 天地轮坏 结束中尽 但天尊之体 长存不灭 每到天地初开 受以密道 开解渡人 原始所渡者 解天先之上帝 有太上老君 五方天地 以及众多先官 根据上面的说法 道教中的一个著名理论家 葛洪 他就将原始天尊 和三国使 无人徐整 所著的三无利纪中 开天辟地的盘古 合而为一 塑造出了道教中的最高神 盘古真人 说是在天地宇宙 还没形成的时候 有个盘古真人 自称原始天王 他开天辟地 住在天的中心之上 而至于盘古和原始的关系 在神仙通剑中 就做出了解释 盘古自从开天辟地 攻城之后 他就退去了躯壳 但是 有一灵不昧 游行于空中 呼见太原圣女 在称他仰天呼吸之时 就化作清光 投入其口 后又从圣女的几缕之间 生出 因其前身为盘古 故号为原始 原者 本也 使者 初也 先天之气 此气化为开天辟地之神 就是盘古 化为主持天界之祖 即为原始 除了上面的两位之外 在三清中 另一位 就是领保天尊 又称太上道君 在南朝 桃红井所著的真灵碑也图中 他就将道教中的所有神仙 一共分为了七大等级 原始天尊 就列为了第一级 位于三清之首 道门中的第一神 领保天尊 就被列到了第二级 虽然说 在地位上 太上道君 要比太上老君 还要高 但是其来历实在有些贫乏 存在感也是三清中最低的一个 根据记载 太上道君其母 怀胎三千七百年 诞生于西纳天 玉茶山 福罗之月 出世之后 渡人有如沉沙之众 不可胜粮 为登高先之后 有万神来朝拜 金童玉女 各三十万 领保天尊 凡是遇到有缘好学之人 请问疑难 都会不力训会 有三十六遍 七十二话 只要是人想见 就可以立刻感应到 在随着领保天尊的出现 就让曾经 道教中的最高神 从只有太上老君一位 到了后来的三清 这也就符合了 老子曾经提出过的 道生一 以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道教认为 道是虚无之戏 造化之根 神明之本 天地之源 是宇宙万物的原始 有了道 才产生出了宇宙 宇宙生出元气 元气就构成了天地 阴阳 四十 由此而化生万物 所以在道教中 就将道 演变为 红元 混元 太初 三个不同的世纪 这三个世纪 都是道的演化 然后又将其 都人格化为神 也就是一气 化三清 也就是一气化三清 我作为神明的 发生了 优优独播剧场